哈囉大家好 我是台大地理所 瘦二的謝嘉 然後很開心可以來到就是野胎 開講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所關心的議題 跟我自己在做的研究 那我的研究其實會去 各個台北市的 就是公園去抓 一些地表的 昆蟲跟一些 還會挖土花來分析 土壤裡面的微生物 然後來了解他們在 就是都市裡面所扮演的 角色是什麼 可是在我在挖土跟射陷阱的過程中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民眾 會來問我說 你們在幹什麼 他說挖土要幹嘛 裡面有什麼東西 然後在跟這些民眾互動的過程中 我就發現其實在 生活在都市裡面的人 他們其實已經習慣把都市看成是一個 只有人生存在裡面的一個場域 他們其實忽視了其實有 在這個都市裡面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生物 但是大家都已經習慣在 人的觀點下面忽視了這些 生物 以及他們可能在都市裡面 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希望藉由我在這個 野台開講的分享 可以讓大家重新看見這些 在都市裡面被看不見的部分 謝謝大家